太炸裂了 KPL很久没娱乐新闻了 今天她来了 WE教练小新PC家暴被曝光 女方太惨 俱乐部出面解决 不到三小时就出结果 就在刚刚小新被曝家暴出轨 冲上微博榜榜四 事情是应一个八字账号发出的微博 从内容里得知 女方跟西安WE小新在一起快三年了 却经历了出轨PC五次家暴和两次分手 炸裂的开篇瞬间引起KPL圈的注意 紧接着就是小新渣男形象的故事讲述 小新用各种理由哄骗女友的同一时间 后代六张被打得满身瘀青的照片 简直不忍之是太惨了 真的是小渣他妈给小渣开门扎到家了 之后即便WE经理出面也没能解决 导致女方只能占用公共资源 好说法公道 不过此文一出西安 WE立即发文出面解决 对于小新PC家暴一事进行调查 如果情况属实绝不姑息 最终不到三个小时的等待 女方账号已经删除之前的发文 仔细看女方简介写道 确认她被俱乐部开除 答应俱乐部删博 不会和好 没有收钱 前后不到三个小时的时间 热搜还没下去 事情已经解决 总体来说 PC出轨就已经不被接受了 没想到还有家暴 而且是五次有些让人炸舌 根本不是之前那些 KPL选手能抵得了的 还上文志彬彬台下衣冠禽兽 而从女方的做事来看 之前也是太过于软弱 以至于被男方一次次得寸进尺 如今不求回报 只为讨个公道 实属本本分分 安分守己的好女孩 同时西安WE俱乐部做事 雷厉风行 快刀斩乱麻 早点茶快点赛 省得磨磨叽叽 影响俱乐部名誉 效率是真的快 对此 小伙伴们怎么看待这件事呢 如果换作你们 能挺得住几次家暴呢